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似乎看上去很正常 村姑却不知危险 正在逼近 而这边村姑拖好了地 端着自己的红酒走进了洗手间 可水龙头还在哗啦啦的流着水 最后侄儿看不下去 跑去关了龙头 就在这时 洗脸的村姑突然看到脸盆中出现一个水体人脸 这就是刚才那团波光淋淋的液体 吓得村姑拿起红酒压压惊 可红酒突然沸腾 瞬间爆破 接下来发生了让村姑更加怀疑人生的事情 村姑全身的水滴都变成了冰刺 让她哭笑不得 这可是炎热的沙漠边缘 咋会结冰刺呢 事后所有的迹象并没有让村姑感觉异常 经过一天的不愉快 村姑放了一池子的水泡泡澡放松放松 就在她很想享受的时候 那团液体出现在了水里 这难道是终极审判吗 干旱的季节却如此浪费水资源 此刻人形液体浮出了水面 看了看村姑并顺着水流直上 接着村姑七孔出水 估计这次再结难逃 凶多吉少了 村姑发现在旁边围观的侄子 于是拼命的呼救 可侄子无动于衷 这难道是固执良友代沟 有点六亲不认的感觉 还是年幼不懂呢 这时液体化作了人形 浮出了水面 村姑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水人解释道 当然是你不节约用水了呀 紧接着水人猛地扑向了村姑 七孔流血而亡 侄子看到这一幕 不但没有伤感 反而灭带笑容 嘴里还迎首尸 这点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没看明白 感觉这部电影最邪恶的 就是这张诡异的笑容 让人不得其解 水人来到了小侄子身边 小侄子问道你是谁 水人说我叫Taro 接着又说 人类不伤害我们 我们也不会伤害人类 Taro翻译过来是大地的意思 也就是说 水人就是大地的守护神 村姑已经被制裁 水人也继续她的环保之旅 她身形巨大 视觉敏锐 远远地看着一男子丢了香烟 引起了火灾 愤怒的水人化成了火焰 飞向了男子 到这里全篇就剧中了 该电影是国外的恐怖片 但更像是一部公益宣传片 该片用极端的手法来体现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这让人深思 也许大地早晚会做出反抗人类的行为 请爱护环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关注小豆豆说电影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感谢观看